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已经没有举办大规模纪念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活动了 但是为了纪念台湾光复 向台湾民众说清楚台湾反殖民的历史 不少台湾民间的力量一直在努力 在岛内众多纪念活动中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 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影响最大 台湾知名作家兰博周先生就是该展览的主要策展人 把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历史用各种不同方法去传播给一般民众 兰博周是台湾知名报道文学作家客家人 1960年3月8日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 台湾辅人大学法文系毕业 曾任台湾东华大学驻校作家 时报出版社台湾民众史丛书特约主编 夏朝联合会会长 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 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等职 兰博周的成长得到台湾著名乡土文学作家 中国统一联盟创盟主席陈映珍的栽培和支持 我自己也是受陈映珍的小说影响 只是尽而我也受他的评论背后的思想的影响 一直以来兰博周致力于对台湾历史 尤其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史的研究 至今出版了《黄马车之歌》 《台共党人的悲歌》 《寻找祖国三千里》等20余部相关著作 在写作之余 兰博周在两岸办起了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系列图文巡回展 那我等于是为了以后的统一 在一做一个铺垫的工作 或者一做一种民众的学生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系列图片巡回展览的 每一张图片 都是兰博周精心选择的真实历史图片 由《适不沉窝》、《反占领之战》、《武装抗日》、《殖民统治与教育》、《文化抗日》、《参加抗战》、《台湾光复》等单元组成 以丰富的照片和史料具体呈现台湾人民在日据时期的反抗与牺牲 该展览早在2015年就在苗栗启动 至今已在全台各地展出38站 也在大陆巡回展出22站 获得热烈反响 我是认为从台湾历史了解 进而了解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然后了解中国近代史 才会知道自己台湾的前途在里面 2020年8月15日 在兰博周的努力下 台湾第一座以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历史为主题的图文馆 在台湾苗栗县开馆 作为一个稳定的据点 图文馆让更多台湾人了解先辈抗日反殖民的历史和爱国主义传统 而这样真正呈现台湾反殖民斗争的抗日经验馆 在台湾还是第一个